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程序委员会就退回总预算 这确实是中华民国实际上立法院实际上首第一次 这个史无前例 我就说各位军公教的朋友 你们的加薪三%就这样被退回去了 我就说那些等着私校补助的朋友们 你们的补助被退回去了 像这样的恶意杯葛 所造成的是整体的国家社会无法前进 我就问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 合理吗 是因为要做薪水小偷吗 113年9月 还有三个月 行政院动作快点 下个礼拜重新编送进来 我们就赶快的审啊 用这个东西来恐吓百姓 民进党真是人民所痛分的诈骗集团啊 诈骗百姓 当作百姓不懂是吗 程玉珍委员是做足了功课 但是在我听起来还是叫做嘴炮 为什么 你如果这么做足了功课 这些预算哪一笔不合理 就在委员会里面把它给删掉啊 好像讲的是法定预算可以去执行 然后你们认为说 把这些程序委员会全部把它给挡掉 然后再用协商 协商什么时候是在程序委员里面做协商 如果程序完备了 符合意识规则了 为什么不列 不要自我膨胀这种地步啊 我料在场 你们刚发言的 你们根本总预算都还没有看 还是奉劝啊 这个台湾民众长 不要连这个你要对人走 你们老大一个记录 你们不送 所以在礼拜年里面都在黑白床 这样不好啦 民众才不管谁在打嘴炮呢 民众管的是什么呢 好 来 蓝白背个总预算之后 这些通通没了吗 我快速念一下 育儿空间没了吗 支持各医疗机构的经费没了吗 提示行人安全计划没了吗 房贷优惠住宅基金没了吗 治水工作治水改善没了吗 国防预算没了吗 净铃生态能源环境没了吗 军工教加息没了吗 消防弟兄的公安计划没了吗 租屋津贴没了吗 长辈照顾长照3.0没了吗 改善护理人员计划没了吗 40亿的癌症防治计划没了吗 还包括媒体也说了很多 是不是有可能会涨电价呢 是不是育儿津贴真的没了呢 老农津贴真的没了吗 急运真的盖不了了吗 来问商业夫 基本上有些对有些不对 有些对有些不对 因为基本上如果预算在 法定期间审议没有过的话 新的年度开始的话 他要远用补救条款 补救条款就是预算法的第五十四条 补救条款 补救条款里面只有规定叫什么 新新资本支出跟新增计划 那新增计划就是去年没有的 今年才有的计划 才会被挡下来不能用 那我们举例 比如说育儿津贴一直都有 对不对 育儿津贴一直都有 他就没有问题 所以他可以沿用去年 它是持续性的嘛 它是持续性的就没有问题 持续性没有问题 你比如说你捷运已经在盖了 它是计划的延续性计划 都不受影响 那我看到媒体 当然我不知道是绿营的说帖 还是侧翼写的 说比如说万大县 万大县已经在盖了 它就是原始计划 所以万大县盖不下去了吗 不会啊 它持续计划 但水轻轨盖不下去吗 已经在盖了 它是持续计划 它不是新增计划 你在行下 但是失效补助的 失效补助是新增计划 那个是标准的新增计划 那个是学费 那是赖清德的证件 在今年要实施吗 那就没了 好 各位家长 所以那个没了 换言之高中的家长 本来要学费全免的 对不起 付学费吧 就这么讲 如果没过 先缴学费再上 那交通建设 原本就有的交通建设 今年的高中已经给了 已经给了 像我儿子今年就刚好读高一 那可以减免吗 减免啊 等一下 现在省的预算是 明年是免费 不一样 不一样 那个学费减免跟免费不一样 不是学杂费已经免了 你买买学费 然后明年那个是 那是全额 全额 全额全额 就今年就开始了 不是学杂费 学费跟学杂费不一样 今年九月份 你儿子念书的学费要不要缴钱嘛 要缴啊 还是缴的部分嘛 可是学杂费部分 全面 今年的钱是去年同步 去年编的 对啊 所以现在在省的预算影响的是明年 像刚刚我们讲到军工教薪水 那是明年 其实是那个加薪的那个部分 没了 对因为加薪是增加 那我问你那些交通建设呢 那些捷运交通建设到底 捷运交通建设如果说往年有编列的 对 那它是按照往年编列的额度哦 也就是说你不能增加了 那如果说是新增的计划 那不是连续预算嘛 新增的计划 他不是编一年 那是很多钱 那是连续计划的连续计划 那个不影响 所以你知道网络现在 大家不撒撒啦 也有律师跑出来说 这个没了 那个没了 我看到还有律师发文哦 育儿今天也没了 老人今天也没了 老人今天是有法原的 这个没有问题啊 老人今天旧的 旧的没有影响 这个没有问题啊 年龄剧群律师也搞不清楚啊 旧的部分没有影响啊 如果还有新增的话 新增不会 但是加薪没了 加薪一定没了啊 如果真的一直卡卡卡的话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他54条的里面 54条里面 预算法第54条 就是为了 你预算没有按时 审议完毕的补救措施嘛 补救措施就是 简单一句话 新的全部不能动啦 原本有的都可以动啦 去年有的都可以动啦 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啦 那你就是要去检视啊 你比如说新北市政府 如果今年有一个新增计划 是要求补助 结果没有过 新北市的补助就拿不到了 就拿不到了 第一次申请的补助都拿不到了 所以以新北市民 我回去要去看一下 新北市市新增计划被打掉了 你知道前几天高雄大淹水 那致水预算拿得到吗 致水预算 一直都有编 预算编列的科目 新增科目不行 所以说比如说今天有哪个县市 假设说他今年申请了什么计划 然后说好 中央明年前给你 假设是编在新的科目下面 那我就比较搞不懂了 那我问 那租屋补贴不是一直都有吗 那为什么 来 为什么民进党说 租屋补贴也没了呢 租屋族的租金补贴专案也没了呢 为什么 如果是相较于过去新增的话 新增的部分就没有 你如果用完怎么办 就比如说好 之前是300亿嘛 因为租屋组很多耶 如果说今年编超过300亿 那这个超过的部分 没有审议通过就是没有 就这样 以原始的部分 原始的部分 一 去年度的标准 换言之 我去年租屋计划是编150亿 我今年编300亿 对不起 150亿 以去年的标准 所以不会全没了吗 不会 但是就是原本人数 申请人数就受影响 去年 对啊 现在比较明显的 就是像儿少医疗保健的话 是新增的135亿嘛 所以新增的就卡住了 还有如果是 弱势照顾也增了400多亿嘛 还有长照800多亿 长照就是影响最多的嘛 家里都用得到长照耶 对 而且最大 所以最厉害的就是国防预算 因为国防预算今年新增最多 所以我就现在我就跟你讲说 民进党真的很厉害 他今天把所有的预算 全部都在一起告诉你说 他的告诉你就是说 会让老百姓觉得通通都没了 对 这都没了 就是说你都拿不到了 那可是问题是去年 有那个延续计划的话 你叫去年的走嘛 只是说新增的一些科目 或者新增的计划项目的话 你没办法买到 可是有一些 像我们核数议员在这边 台中市的蓝线嘛 对 六月核定了嘛 那这个有没有 我在猜它是新增计划 那这是新增 核定也是新增计划 像蓝线就可能是新增计划 如果核定才能编预算 所以他的预算是明年 明年才开始 开始执行的 那就 那个蓝线已经炒了很久了 那个属于新增资本支出 没了 好 那是不是因为这样 不是吧 我所谓说不能动 是说在预算没有省计之前不能动 如果说 我只是今年三月才省完 三月省完以后 三月以后的省完就可以动 在没有省完之前不能动 可是蓝线涉及到中央补助的问题啊 对 就是跟你说 预算没有省定之前不能用 如果说我拖到五月才完成三读的话 那五月以后就可以依据你通过的预算 就是大半年过去了 那我们等会儿要来讨论卡住总预算这件事 过去有没有历史经验 那么过去的历史经验又是什么呢 但是我们还是回来讲 那么这一次卡住总预算之后 民众第一关心是 这是不是也没有啊 那是不是也没有啊 电费会不会涨价 我还问一下电费 电费会涨价吗 上一副 电费涨不涨价跟总预算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吗 但是媒体说电费会涨13% 没有那他是在讲说 因为经济部有编一笔钱要剥补 一千亿要剥补 那如果说不能那一千亿剥补台电这是新的钱 所以如果这笔新的钱没过那台电不能剥补 所以为了要财务的平衡上面 请掺着预算法第88条 还是有法条空间可以运用 请看预算法第88条 因为有绿营说店家可能会涨价 记者就跑去问了台电 台电说整包也没有说会还是不会 台电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台电也没有回答说 总预算会不会影响到这个电费未来的涨幅 没有 我跟你讲 电费的涨不涨价 台电属于国营事业预算 其实涨不涨价跟你预算 没有什么实质相关 那台电就老实说 跟这次总预算没关系 跟国籍的污料有关系 台电是完全没关系 因为你剥补以后他财务接受改善 但是电价是省议委员会的事情 所以左同工赛就讲 剥补一千亿这个事情 也许可以他们就是让预算 那个电价省议委员会可以比较好处理 这个刚上公讲的预算法88条 那个魔术空间的意思是说 因为台电是附属单位是基金 那如果是以基金来说 假设遇到有重大危机的时候 你可以先动钱 但是后面补办程序 对啊 刚上公讲的意思是这样 他就是因为公务机关 因其业务之附带 事业跟营业机关 那台电基本上是属于经济部附带 营业事业机关 所以他可以考虑用88条 但那会是一个政治的争议 所以民众最关心的是 媒体说10月份电价有可能 因为卡住总预算就要涨13% 10月份马上就到了 下个月 没有那不办预算 怎么会10月份就涨价 好所以呢 真的是五沙沙 那我们回来讲 刚刚特别谈到了台中蓝线 有可能这笔预算就没了 就该不了了 这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 罗廷伟弃权啊 是不是因为这样 是不是又选去压力 说实在的 国民党在我们台中是有六个 如果有压力 也不是只有罗廷伟一个吧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对 之前是六比二 是民进党是六 现在是国民党是六 那他有没有投契权 跟没有投契权 结果是一样的 那没差 我只是不了解 为什么你会去做这个决定 这个决定你到底是担心了什么 被罢免吗 这是我们没想要了解的 因为当时说实在的 因为我们民众党在台中 只有提了一席 就是蔡壁如 其他的我们没有提 但是在其他区 我们都呼吁 一定要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怕国会如果没有 没有大家如果一档过半的话 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听到今天的声音那么多了 当然我们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但是我真的很不了解 你到今天 你投了弃权后 你今天又道歉了 你等于是死掉了 你为什么要放弃 要来说我道歉我做错事 你几岁了 你做过理督 你做过議員 你这里做理会了 人家对你的期待有多大 你选择用这种 小孩工作来做 人家对你会 我还是要回归 为什么我会那么气 在当时国民党第一次的提名 是没有提名他 中西东南的时候是没有提名 第一批没有提名 罗听伟 是没有提名的 我当时还在民进党当主委的时候 我还说如果提名罗听伟 我们民众党会全力相挺 我还这样说 你是在国民党还没有提名 之前你就收听了就对了 有什么 因为我觉得说 因为我跟他的背景比较相像 我当了一届理长 就当上了议员 他又升级当了立委 其实我们对他的期待 是非常的大 但是回归原本来 其实他在这次 在参选的时候 不是那么顺利 他不像黄建豪一样 因为他那一区是中西东南 他们比较有很多长辈 在长辈的群组里面 其实他是不吃香的 回归 在最后的关键的时候 我还拜托柯文哲 帮他录影 说要全力支持罗听伟 所以柯文哲拍的那个影片 是你可以鼓掌就对了 不是 这会贪的 我们还要保证 这个孩子应该没问题 工作孩子出现 在家里没有肉麵的 较了解基杖 也由基杖做起来的 更何况 柯文做起味到这时候 你才有去跟他说过一句话就有了 他是哀哨 这个时候两个手就差他了 这才有很困难 你就不要去就好了 对吧 这郭国耳就是说 我们是爱他 居然如果真的是这样 郭市长不可能去交代说了 叫他说了 你要反对 你听不懂 不要忘记了 现场还有一个 这个背后有没有 盧妈妈的依据 我们先来看当初 柯文哲怎么力挺罗听伟 大家好 我是柯文哲 今天要在这里跟你推荐 罗听伟 他是一个有经验 有充裕的年轻人 我认为他非常适合当立法委员 明年1月13号 票投罗听伟 一起进京立法院 翻转台湾 把国家迎回来 再把权力翻业生命 好 这段影片 就是你去拜托柯文哲 帮他录的是吗 那人说还有廖伟翔 这什么逻辑 那柯文哲在录这段影片 之前对罗听伟了解吗 有市委很多 都两个声音都有 但是我还是要相信 因为我跟柯文哲主席 说了一句话 我们今天不可能是 支持民进党吧 就等于了 很简单 你如果没有让他过关 有可能是因为了 差两三个 有可能民进党又回归 他的投票率就很高了 我们知道是 烦恼的是在这 当然我们要支持他 还有廖伟翔 比较危险 黄建豪不用 因为黄建豪 民调都赢了8% 这个就那时候就真的 我就觉得说 他怎么会变成这样 赢了万五票 他不是赢了一支 对 他算得不错了 有十万三千六百三十票 得票率52.1% 但是我们回来讲 卢妈妈是不是他的干妈 他是他的干儿子吗 你问他 不是 在那里应该知道吧 有听到这种 声音还是说 没有啦 这真的干妈就对了 抓回去夾了 你怎么这不用夾 这你夾的孩子 既然反对 既然俱全 这你夾 不可能 那黄建豪才是 你如果说黄建豪 是他嫁嫌我最爱相信 如果这个更干脆 要退出程序委员会啦 对啊 他退出来啦 那干脆退出程序委员会 超好玩的 而且我还是要回归 你以前跟他关系不错 后来是为什么感情 渐行渐远 其实也没有啦 有 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没有 因为人可能 因为我是没了解说 我们人做过日委 后的变迹 我是不知道啦 可能是做过日委 后可能就感觉 他的看法不一样 但是我记得 的生活就是说 你今天最最最 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 你是不是担心被罢免 就那么简单 不要忘记了 你这样做 你更加会被罢免 那些小草 你怎么知道 第一 看弃全料 我们的粉丝专业是被灌爆 当初是你叫我们支持的啦 这种的没有支持的 连科文做记 连说一句话都没有 这种的 我们会变成这样 我们支持的对象 居然是当时 我的泼水节 罗廷伟还去找科文哲 今年的事而已 他还本能去到我的现场 就参加我们首举办的 泼水节 代表他没有问题 为什么 这个时候因为压力 我也是那句话 身为民意代表 哪一个没有压力 哪一个没有被攻击过 今天人们不要给你攻击代表你什么 你有趴了 今天人们没有攻击的时候 你就会败了 这就是要跟你说的 最主要是说 你不要忘记了 真的 你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 真的会被罢免 除非啦 那今天我还是你 我会怎么说 为了地方民意 我站在八成的角度 我同意你一定要喊我 没有这些 我们的决议要怎么 要让我们挡下来 我们要怎么做 如果你敢这样说 当然 党义跟民意我永远站在民意嘛 你如果这样跟这样说 我说你对是好 我听你没有问题 但是你知道吗 你既然是道歉 不好意思 我要回去好好做国民党的人 你本来就国民党 没有你什么党的 所以我跟别人说 这种道歉真的不必要啦 所以他站在民意 不遵从党义 你就挺他 没有 我说的 那我程序委员会党就是错的 不符合民意哦 没有 我说的解释 你要这样说 我们的刘建国不是这样 还有事情 有时候地方的压力 有时候要去看 因为我们是四年亡算一次的 对得不对 你要公正做 但是你去到现场 你就像好像上班 你不工作 要拚钱这样才对 你如果做出这个决定 你要说清楚 所以你也只是说 他如果清改那天没去 你可以接受 没有啦 他要去不去 我也没关系啦 你怕不要去 也没这些事情了 不是 那会儿大家都知道的啊 你如果没去 我们才知道他去前 人家我也问一次 你卡丁 你不记得 他刚才你说什么 你听不懂吗 意识的人问他的 提醒他要投票 因为在委员会是举手 是不是 举手嘛 当场我们黄仁还举手 走到最痛的就他 他也有台中的啊 黄仁委员 原住民 手押得很冷 很痛的呢 他说自己看 你不要押啊 真的啊 那没有啦 我觉得 那如果 如果今天这个人 发生在我们民众党 我们就判斥了 如果他的弃权不是因为选区的压力 不是因为卢妈妈的压力 那照刚刚何硕的说法 就是有罢免的压力了 他是不是现在被列位 不要忘记了 中西东南 跟我们的南屯区不一样 西南屯 那都高级住宅区都大楼的 那很不想投票的 那投票率很低的 我没有说 以后想要用罢免的机会不大 但是中西东南 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旧厂头 我们的旧厂 那都一些比较大 比较有菜市场的地方 这种的 我跟你说 只要拿出一个就过了 我没有骗 我小草这 有本来不需要投票的 我家里就 给你翻队 你就死了 所以罗廷伟确实有罢免危机 被罢免危机吗 但是他除了有被罢免危机之外 最近也争议不断 我在党内 我的资历是出钱 我就是努力 把当下的工作做好 也因为我家中有第三个孩子出生 我想最后决定 没有来登记立法委员的初选 各种谣言还是一样照样士气 抹黑我的团队 更开始诋毁我个人 众说纷纭 我想真的造成了我们家庭 以及所有家人的一个困扰 我没办法接受 我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我不得不挺身而出 以上种种的谣言 都企图要抹黑我 跟我的团队 害怕我出来 参选立法委员 未来面对各种不实的谣言 诋毁进行人格的抹黑 我罗廷伟不会再容忍 我不畏战 更不拒战 到底有哪些他所谓的谣言或传言 这一头拉骨我快速念一下 性骚扰 言语挑衅 小三 家暴 收贿 赌博 酒驾 巧选举 这个传言很多 哪些是真的哪些假的 我们都搞不清楚 其实那个罗廷伟他在当前议员的时候 他就展现说他想要更上一层头 其实刚才何述为什么那么生气 你知道吗 他跟罗廷伟两个人 在地方上的服务 是几乎很相像的 你知道吗 他们靠的是怎样 很努力 口才好嘛 你看刚才罗廷伟是不是口才好 因为他是从基層里长出现 所以通常地方服务都会做得很好 他是地方服务的口碑起来的 所以这次去投那个 那个弃权票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 好啦 等来说来 他真的有小三家暴 什么 就是因为当时那个立委出选的时候 因为他没有 他刚开始没有去开放登记的时候 他没有去登记 而且他没有到现场 人家就开始就 地方上就开始很多谣传出来 包括说什么 他的黑料很多 说他以前什么 他的人设会崩坏 所以你出来选立委的话 你就会受到很多攻击 果然那个时候他参见 他有小三嘛 对不对 然后说打老婆 然后 放在他老婆 对 然后瞧选局 他那个设 收 建商回扣 对 他们那个网站 网 群 群 群 那个脉络里面 有没有 他就有人就在里面散布出来 他说罗天伟之前 就是怎样 他有一个女朋友要跟他分手 他没有 他不答应 他就给人家软禁在家里面 软禁在家里 对啊 对啊 软禁在家里面 那不经意只是出轨了耶 结婚 而且他那个时候 对而且那个时候还说他有小三 小三后来把他带回来住在家里面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的 他现在这个老婆 有没有 他说他本来没有要跟他结婚 是因为他奉子成婚 没办法了 对不对 你是负三子成婚啊 没有啦 因为他刚刚说的三个三 当然基本上就是第一礼 这个三子 你说的 第一礼那个时候就是 他没想要带这个 因为有了说奉子成婚 那你知道奉子之后又三个 三个我也不知道有什么 对不对 你问这个我怎么知道 坐铁路旁边 所以他就把小三带回家里面住嘛 而且他还讲说他爸爸跟他爸爸不好 他常常跟他爸爸取生子 他后来就打他爸爸 所以弃养爸爸嘛 对 把他赶出去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网路上面 而且他还说他跟两个 熟女住在一起 你知道吗 对了 你说的这是真的假的 没有啦 我说他们的 不是 这问人啊 我怎么知道真的假的 你假的不是很好嘛 你们在带 网络里面嘛 网络说是啦 你们在群组里面就开始 有人开始写这些东西 有的没有 国际委说这是谣言啦 但是外面的传言很多啦 对啦 传言 他那群组里面下 还有文字哦 就在群组里面写出来嘛 写出来说瞧 刚才瞧说什么里长啦 选举说什么 瞧说他如果找他的里长 因为他也是里长出事嘛 下面很多条都里长嘛 对对对 要找里长出来算 如果算掉要给他八十万 要说以后每个月 要回馈金两万 这些全部都是群组里面 八十万是以后 那里长备了八十万 然后如果选上每个月要 回馈给他两万块 对 最后来网络因为这种事情 他不甘期啦 因为他要算里面 那感觉那八十万 是要让他们分期付款还他啦 对 意思是这样的 一罐两万嘛 四万 四年多喝差不多啦 就说他什么赌博啦 酒驾前科啦 有黑道背景 就写了很多 所以后来罗听伟就 撞不住了嘛 对不对 他说这些东西 像包括那个首女 后来是他妈妈跟他的阿姨 对不对 你这一道丁啦 所以那时候罗听伟想说 你这个黑暗攻击成这样 他再不出来说的话 说真的这种网络在私底下的 群组的那个杀伤力很大 所以他后来出来开记者会 他一次就把他挑明 可是我也觉得很奇怪 他继续有录音档 对 那个录音档 就是他乔里长 乔里长选取的 那个录音档 可是你知道 这个也很奇怪 这个罗听伟后来开记者会 他就强调说 如果再有这种散布这种东西 他一定提告 是 一定告 但是网络没有停过 没有 网络停过 后来就匿名东西要有的 没有 你也知道 我问了 我问何事 没有啦 你说的这个 这些事情是有的吗 这些民意代表常常在做的 有什么事情先说 先弄说 你听不懂 刚才那些事情到底有的吗 这个问他本人 这都听人说不准 你要听过吗 像我就好了 人们都说我爱男人 我就明明就是爱男人 这要听人说我就是 说你爱男人 对啊 对吧 我觉得这个 如果要听人家讲 我的心想就很想想 我生三个 我三个小孩重老母 我十五岁就做老婆 这个本来就不好 这五岁 对啊 我才做老公了 这个过程每个人都 我还是要听话 我们人会从小生后 保险 生理好 但是我们的过去 没有什么好笑 是我们的未来要怎么去 我们有机会做好人 不是 那我想 我不太好奇 你是喜欢男生还是女生 我当然要女生的 你这样说起来就好 我比较想问的是 到底在地方上 有没有听到罗廷伟的这些传言 其实这些传言已经听了很久了 但是真正 你要有建筑 不能互买跟人家说 还有什么第一次不去定期 他希望的是被徵召 徵召就不用花钱了 你如果大家去定期 就要花钱了 要做算 你不要忘记 你不要忘记 那之前民进党议员指控 他在议会期间 对他言语霸凌 甚至性骚扰 这个事情有没有 没有 这也都没基础了 这当然就是见仁见智 因为他就是跟我们的赖议员 赖家威议员 在那刚才第一次去 可能就是像 就像他这一次去到国会 结果罗门想 还要跟他怎样 有的没有的 你听到吗 那真的没有这样 那人形象真的 要解决事情的人 不是用这种 这样我就找我们的馆长出来 就好了 站在路线 都过了 不是这样 我们的希望 是说你是真的是为了台湾 他一直强调的是 因为的教育 三个小朋友 他三个子跟我一样 但是我三个女孩 三个女孩 但是他是为了 希望说 教育可以说得好 这个品牌很好 但是如果被民阁 像你说他们爸爸 如果我觉得 人的家里输 真的假议你有看 也没看 但是不要用这样的态度 去讲 但是他今天 所做的一切 他还要好好的去检讨 因为这又二 选季又三年外 我真的很担心 我2026会不会跟你再继续当同事 好 我们再回来谈 这一次卡住总预算 到底过去 我们这样的历史经验 那么怎么解读这一次蓝白河做出的正确动作 退回中央政府总预算 我们没有删掉一毛钱 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删除预算一毛钱 这一些讯息全部都是错假讯息 我们目前没有删除一毛钱 我们退回是要让他们把应该编的预算把它补回来 因为这些都是在上个会期立法院通通做成决议的事情 请问一下赖清德总统你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有没有提案撤回中央政府总预算 你当立委的时候你可以提案 你当总统的时候立委就不能提案 请问一下这是哪门子的民主 这是哪门子的法治 时空背景完全不同 请不要去脉络化 曾几何时不断地去考古 去挖出过去很多的旧文来重炒 这成为蓝白最廉价的政治操作 现在是2024年 他们一再地去找出过去的案例 但是你要举例也要认真一点 不要举这些风马牛不相及 毫不相干的案例 而事实是民进党只有27席 绝对的少数 我们没有能力也不会退回总预算案 两边的说法 到底我们要相信谁 我也是要搞不清楚 一边说 你们以前民进党也这么做 也退回过 然后民进党说你不要脉络化 时空背景不同 我们那时候在27席 我们怎么退 过去的事情是 有历史 有记载的 到底当时的真相是什么 怎么可能现在两边说的完全不一样 有没有退回过 怎么差那么多 我可以问三一副 胡老师 有 退总预算是程序委员会可以做的吗 不行 今天这样讲 不是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怎么同一件事情 两边的说法差那么多 这很清楚一件事 当初他们退 有没有提案要退回总预算案到行政院 有 民进党有没有 有提案 有 有提案 当时是因为发生金融风暴 政府编列预算 他要预估经济成长率 跟税收有关系 所以当时的经济成长率 好像预估是五左右 五上下 但是那时候全部的机构都认为 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不会那么高 因为金融风暴 雷曼兄弟 雷曼兄弟发生没有那么高 所以他们就认为说 你的经济成长率推估过高 以至于你的预算编列 可会出问题 所以确实推过 没有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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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27席嘛 没有 过 这第一个 这第一个 有犯意没犯行 没有啦 犯意犯行都有 但是在美国人数太少了嘛 他没有行为能力 有犯意有犯行 但是没成功啦 他没有行为能力 就是 被我行政院没有成功嘛 但是 所以蓝绿都只讲的部分事实 听我讲完 什么时候提案 院会 什么时候提案 是在行政院院长率相关部会报告 预算筹编过程并备寻结束后提案 请搞清楚 退回总预算案的提案 是在那一个时间点才是提案 退回程序委员会的意思是什么 留在那一边 停滞 我连让你排报告案都不派 排报告案 黄国昌说排报告案就会复委 鬼扯 这谁说的 排报告案上去以后 院会要排 行政院长率相关部会来报告筹编过程 并被咨询 结束以后 院会就要做决议 什么决议 交付委员会 那时候要交付委员会 反对 民进党就提案 退回行政院 表决 如果当时表决赢了 如果民进党赢 就是退回行政院 输了 对不起 复委 所以黄国昌那个说 留在行政 留在程序委员会 如果送到院会排报告案 就复委 就不能重新编列 我在立法院比你久吧 应该不是这样吧 黄国昌委员 你去翻一下记录 当初连战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是国民党要退回行政院 有没有成功 也是提案 也是在那个时候没有成功 提案的时间点 请搞清楚 不是在程序委员会 你摆在程序委员会 怎么重编 你告诉我 怎么重编 程序委员会 怎么重编 你告诉我 那个案子就告诉你说 我留在立法院 如何进入议程 未定 所以摆在程序委员会 摆在程序委员会 可以重编 那程序委员会是大国议会 所以简单来说 2008年靖文海湘那一次 两边都说了部分事实 但都没有讲得很完整 我讲得都完整了吧 你讲得很完整 第二个问题我要问 因为我看到王侯文有说 他说我们一块钱都没删 这是事实吗 对啊 一句话 他只讲对一部分 确实一块钱都没删 他是整个冻结起来 所有的两兆的预算 都全部冻起来 都变起来 还有一个事情 这个叫做 依立法院的程序 利用程序冻结 他还不是进入正式审议的冻结 他是利用程序 跟你不让你进入审查程序中的 全数 全部总预算冻结 然后你知道 如果你用这种投去取好方式 程序委员会架空整个院会 他的权力比院会还大 因为这是行政院对立法院 然后2008年的金融海啸 我一定要讲一下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上电视 我为什么会 金融海啸那时候收入瑞减 我被资钱 因为房地产 我说也对 收入瑞减 我不是收瑞减 你是被哪一个单位资钱 不要讲了 因为房地产广告整个都参加了 所以很多单位都要资钱 你如果有印象 2008年的5月 所以没他了 只好来做名嘴就对了 当然 2008年5月马英九刚上来的时候 本来期望值是不是很高 如果没想到一个雷曼兄弟 为什么要管你为什么要上电视 怎么成为名嘴的人生 我们为什么讨论这件事呢 我真的跟你讲说 那个所有行政院的预算编的方式 确实方向是错的 所以后来记不记得怎么补救 编特别预算 靠特别预算去抢救经济员 因为收支 因为最简单的一件事 收支根本达不到 对 然后整个股市都刷起来 然后你知道2009年 2009年到2011年 整个经济成长率是什么 买他死了 好 所以当时的情况 跟这一次是不同的 当然是不一样 那时候后来不是 刘兆群下来无顿以上 那时候说经济成长率 超过对岸的老共 超过10 其实是因为 当然也有做 前一年是负1.6 你知道翻上去很容易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只问 对老百姓而言 卡住总预算这种情况 过去经常发生吗 还是很罕见 当然不是常发生 因为民进党说 这些史上第二次 我这样讲 史上第二次吗 如果总预算 没有按照时程完成跨年度的 各位记不记得 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民进党用大锁什么 把那个锁门锁上去 会期结束最后一天 结果总预算没有过 所以总预算没有过 不是第一次 总预算没有 在法定的审议时间过 不是第一次 那个常有啦 常常过 常常到1月才整完好不好 但是整部被冻结 放在程序委员会 因为民进党说 这是史上第二次了 他说这是第二次了 也不是第二次了 因为说一句实在话 好吗 你现在才几月 9月啊 9月对啊 我被冻在程序委员会 除非蓝白 有本事动到12月31号 不可能 有本事动到12月31号啊 那就是法定最后 最后审查期限 因为1月1号 就要正式生效啊 没有正式生效 你就要回到预算法 用补救条款 第54条补救啊 所以看你嘛 你说 有没有拖过 法定期间 跨年度还没有审完 有发生过啊 王金平那一次啊 被锁在外面啊 好 那就是先花再审哦 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利用 54条补救条款 没有在该审完的时间内审完 但是我还是得花钱嘛 就预算可以 对 是不是等于先花再审的概念 不是啊 他预算法本来54条 旧有补救条款 就是什么 第一个 法定支出 我不是说他不行 但他事实就是先花再审 没有就是 没错 你又花完了 你不能讲先花再审 我问你 他以前一个年度为审的意思 就是说 前一个年度 好那我举一个例子啦 前一个年度 有发年终奖金嘛 对不对 国益预算 所以媒体又谈到 这种情况就类似像过去 比如台电中游 我们觉得他不应该 发那么多年终奖金啊 但是因为预算没有审过 没有在该审的时间内审完 他们就在年终的时候 就先发了 比如说去年就发四个月 我今年先发四个月 好了 你发了四个月奖金之后 等到要审的时候 你能怎么办 先讲后奏了 只好认啊 所以立法院应该要 不不不不 你要搞清楚一件事 年终奖金 人事费用 基本上叫做法定费用 法定费用是可以执行的 法定费用 你补救条款里面 人事费为什么可以支出 不然我们跟那个美国一样啊 预算没过 所有的大门全部拉下来 我们有没有预算没过 全部的大门拉下来 没有 没有 因为人事费用 是可以动支的 但是年终奖金 也是人事费用啊 人事费用吗 那薪水零过分怎么可以打一下 我知道 但年终奖金 它是根据每一年不同的绩效 才能发的 没有 它跟薪水不一样 公务人员的年终奖金 都是1.5 五个月 好不好 你讲的是国营事业 是 我讲的是国营事业 我现在在跟你讲国营事业 四个月的那种 我们有没有预算没过 全部的大门拉下来 没有 因为人事费用 是可以动支的 但是年终奖金 也是人事费用吗 人事费用吗 薪水零过分怎么可以打一下 我知道的年终奖金 它是根据每一年不同的绩效 才能发的 没有 它跟薪水不一样 公务人员的年终奖金 都是1.5 五个月 好不好 你讲的是国营事业 是 我讲的是国营事业 我现在在跟你讲国营事业 四个月的那种 我告诉你一件事好不好 立法院 国营事业 三读都没三读过的例子 你去查 有没有 有 很多 有不代表就对 当然了 有国营事业预算 从来没有三读过的 也发生过 然后国营事业预算 它的年度 所以这件事就很荒谬 它的年度也是1月1号 这件事就很荒谬 也是1月1号 你知道我们现在立法院审预算怎么审 上会期审公务机关预算 下会期审国营事业预算 我请问你 下会期是什么时候 明年2月1号 其实他们开始审国营事业预算的时候 早就已经年度开始了 所以每一年我们的国营事业 每次都这样 都这样 所以就很荒谬 行之有年 行之有年的荒谬 来 小平 我这样讲 反正我跟妳讲 这个吴四瑶 很喜欢讲一些很感性 很有知识的样子 去脉络化 什么叫脉络 其他解释什么叫脉络 大家都念台大的 没有脉络 什么脉络 在野党就是要杯葛你指证 换来换去 如此而已 不要讲一些有学问的话 混淆人心 胡扯 第二个 我们今天是蓝白的怎么样 潜水区 我们合至少是打赢胜利 至少退回总预算的成绩委会 我们是赢的 因为我们经不起败仗 可是我讲完 三一夫的表情 不不 你听我讲完嘛 那赢的话是表示 那接下来呢 会不会搞到底 搞到底的话都不省预算 我们蓝白也倒了 所以还是会给他过 陈余真讲得很清楚嘛 是不是 潜水区先合嘛 然后所有金氏利明 好的预算 会回到委员会好好审嘛 第二个 那第三个 那要建立回到深水区的共识 什么深水区 就回到人事权 考试委员大法 那再来谈合作嘛 就蓝白重拾合作的态势 那从这次退位来看吧 现在蓝白就已经合作了 退位程序委员会 没有 碰到柯文哲 这本来就是蓝白合作 是有波折的 有两派 有的雍科有的反科 党 我们党也有矛盾 是不是 还有 那立法院没有矛盾 来来来 听一下柏雅的说法 基本上 这个 照小平的意思是说 我现在呢 虽然卡住你 但是我终究会让你 还是会放的嘛 我跟大家讲 什么样叫做一次党下总预算 他是丢炸弹 因为他是无差别通杀 对不对 你说我这条有一件 那条有一件 那其实你在省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砍掉 还有如果你说 这个没边 那个没边 你可以要求他追加预算 就是说 不用这么麻烦 预算案的再修正案就可以 也可以 对 那一说 阿苗我们是在野党 我们不是顺民 没有 我们不是那个听话 那个吴顺民 我们不是顺民 在野党不用 哪有这么好搞的 这蓝白又职务人蓝白 在野党是一回事 但是你是多数党 不要忘了 现在国民党讲说 好弱势在野党 哪有你是多数党 立法院 立法权 总预算是请政权送来 立法权来审 那所以我讲嘛 现在立法院里面 蓝白掌握多数的时候 你对什么预算不满意 你就把它删掉 删得过啊 怎么会删不过 举手表决的时候 你票不会比人家少啊 然后你要要求说 做这个预算追加案的时候 你是多数党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 看到在野党三个字 就以为是弱小啊 其实不一定 看什么权 什么权 所以为什么要丢炸弹 他有正当性 简单讲就是这样 你的丢炸弹下去 无差别通杀的时候 你要告诉大家说 你是为了多严重的事情 这是一个说服的过程 我只问一句话 为什么要退回总预算 理由是什么 理由就是 别人很腐烂啊 这个预算我们觉得啊 高精素美不爽 是不是 理由就是高精素美不爽 好 哪里不爽 来来 我们来看哪里不爽 原因之一的 多亿 二十八亿都编不出来吗 院长 你们不要再欺负原住民了 原住民主会找你们算账 违法乱纪 好 来 我来告诉你 他们为什么要丢炸 我讲一句话 因为立委在省预算的时候 这个是导火线了 他基本上不能做增加支出之决议 所以 我认为你少编 但我是立委 我又不能把你加上去 我不能加啊 不是 你先告诉我 高精素美之怒 有没有道理吗 那我就问一句话 那你现在的要求是什么 是不是要求你要编组了 加编嘛 做不到 最加减再来吧 这次做不到 不能增加预算 谁说做不到 立法院的程序 除非你可不弄来我去的家好吗 不用啦 他该不该生气吗 不用啦 他该不该生气 我觉得一件事 该不该生气是一回事 那你目的要怎么样 你要行政院边进来吗 第一个叫做行政院愿意边的话 他可以提预算案的再修正案 进来就可以了 不是不行 为了28亿然后党三兆预算 符合比例原则吗 你先听我讲话 你讲极端例子干嘛 不是极端例子 他本来就是可以用再修正案进来 后面我们有52起 他一个人有什么用 第一个再修正案进来 第二个 要嘛你就退回行政院重编进来 不然你目的到底要什么 你摆在程序委员会 就留在那边 就留在那边 那不要审不要审 我就觉得蓝白有种 就把它停滞在12月31号 都在程序委员会 不要出来 我没意见 不要出来 来 定学伟 那其实这一次就是面子之争 你说蓝白 他现在就在立法院里面占大多数 他可以给执政党下马威 所以他一来的话 他其实是在下马威 当然是下马威 因为今天轮到现在 就变得面子之争你知道吗 给国民党党团下马威吧 高清素媒 对啊 国民党高清素媒告诉你说 你今天国民党 总裁听起来 好像对高清素媒很不满 不是不满 同事超哥吗 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 我说真的 你今天国民党副婚旗 为什么要听高清素媒的 现在就在立法院里面占大多数 他可以给那个执政党下马威 所以他一来的话 所以他其实是在下马威 当然是下马威 今天轮到现在就变得面子之争 国民党党团下马威 高清素媒 国民党高清素媒告诉你说 你今天国民党不听过的 总裁听起来好像对高清素媒很不满 不是不满 同事超哥吗 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 我说真的 你今天国民党副婚旗 为什么要听高清素媒的 对啊 你们国民党为什么要听 没办法就票不够嘛 票不够 所以才能 我们60期我们会这样子做吗 会退总预算 我们支持原住民党的权益 可是这个比例原则差距太大了 我觉得 好啦 那你今天副婚旗讲 今天高清素媒讲 高清素媒拿出来的幌子 他拿一个打火线出来让你点 对不对 你蓝白的话就刚好 打折水棍上 对不对 这个是 这个金帕补偿 人家说了一个重点 票不够了 票不够 真的吗 我讲的是现实状况 不能放弃任何一票 对啊 因为这是重点 没有道理 因为它是52加2 对啊 对啊 那个加2很关键 没法多啦 剩53 动员不力再跑两票 对 又不拉拢民众党 输了 对啊 拉拢民众党 这是重点 已经让给民众党了 他没讲的是重点 会离开的 因为国民党的动员 绝对都比不过民进党 动员力 都会少一两个这样